被称为中国良心的中国大陆维权律师高之胜 三年冤狱 七号刑满 但是他能否被释放 重获自由 一直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近一段时间 中国海内外各界都纷纷发声 呼吁中共当局能够如期放任 台湾跨党派立委 河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主委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 5号上午在台湾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要求中共当局释放为法轮功辩护而入狱的维权律师高之胜 而且让家人团聚也保证以后不再给予任何的骚扰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认为 中共能否真正的释放高智胜 与台湾有着重要的联系 如果高智胜律师刑满了 出来的 还在用各种非法绑架的方法 监控的方法 这个国家根本没有什么规法 如果中国对自己中国人都如此残酷 我们不会相信他会对台湾联合 我们认为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交往 不能老谈价格 要谈价值 不能只谈利益 要谈正义 关心高智胜就是关心价格 关心正义 只有在价值跟正义的交往 以下两十天才会有好的结果 我们现在等所做的一切 帮助老 其实 不单台湾各界关注高智胜等否被释放 其他一些国家的组织 机构 个人 也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例如 7月28号 美国国务院在发布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务院发言人也敦促中共 在8月7号释放高智胜 8月1号 英国驻华大使馆在他的官方微博上 也为高智胜的自由呼吁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1号发出新闻稿 敦促中共当局释放高智胜 并不得加以任何其他限制 也不应阻止高智胜会见家属 或阻止他按自己的意愿出国 长期声援高智胜的广州基督徒黄燕 和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等人都呼吁各方关注高智胜的遭遇 确保他尽早获得释放和家人团聚 尽管有这么多的机构团体和网友在为高智胜呼吁 但是胡佳对于高智胜的命运能否得到改善并不看好 而高智胜的妻子耿和也表示对中共没有期待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新一道领导人的上任 但是呢我们家人照样没有实现 每个月探望高智的这个就没有实现也没有达到 所以我是失望的 那钟永康现在又倒台了 我也没有看到高智案子有新的起色 那高智胜8月7号到7也是高智胜做满了唤醒和失信 做完所有的日子 据耿和在互联网社交平台推特上透露 他的爸爸和高智胜的大哥高智义一起去沙雅监狱迎接高智胜 他希望各界共同关注中共将如何对待高智胜 今年50岁的高智胜曾被中共司法部评为中国十家律师 他从2004年开始曾先后三次上书中共领导人 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而遭到中共当局疯狂的打压 2006年高智胜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三年徒刑缓期五年 2011年当局撤销缓刑 高智胜被送进新疆沙雅县监狱服刑 在被捕之前和缓刑期间 高智胜长期遭国保绑架失踪和失以酷刑 好 太敬估许了 感谢观看